大家好 欢迎收看《鸡厂英伦》 本集想和大家谈谈Costco这家零售商 其实它是以批发商自称 但我觉得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 它比较像一家超大型的超市 由于它售卖的货品种类很多 店内的装潢也比较像一个货仓 大家又可以当它是一个 售卖各式生活所需用品的大型outlet 本集会谈谈我们的入会过程 和第一次在Costco的购物经验 而在我们买的东西里 究竟有什么值得推介 有哪些东西要提醒大家 小心中伏呢 另外我们花了600磅买的究竟是什么 大家看下来就会知道 还有会说一下 我们除了付基本的入会费之外 再加多了41磅成为行政会员 我们当时的考虑是怎样呢 到现在我们又有没有后悔 首先说一些基本资讯 其实Costco的这间分店 是位于雷丁市的南边 大约在雷丁科技园的入口位置 旁边就是雷丁球会的运动场 附近也有B&Q和PZ World等的商店 所以大家都可以考虑一次过去几个地方 和很多大型超市都一样 它的门口是有很多停车位的 这方面大家是不需要担心 那究竟Costco怎样吸引人 给钱入会去买东西呢 它标榜的都是一站式的购物体验 而售价方面 一般都比外面的其他地方便宜一些 但是真实的情况 究竟是不是和它宣传的内容一样呢 就说雷丁的这间分店 现场所见的确是有卖眼镜的地方 亦都有卖车胎的 Photosurface和Hearing Center 我们就不太肯定了 而油站呢 看回它外面附近 都不觉有自己Costco的油站 那究竟店内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事不宜迟 现在就带大家进去看看 好搞了整个小时才进到会 入什么会呢 就是Costco这里 那原本在groupon那里入会 有些优惠的 怎知呢 groupon的伺服器就有问题 那职员帮我们搞了很久都不行 最终我们 要在groupon那里自己搞二分 另外就在 counter这里 这里呢 就另外再给钱入会了 那我进到来这个 好像仓库一样的 Costco的 我都不知是不是叫超级市场了 那真的要慢慢看啦 各式各样也都 很多选择的 我们今天的目标呢 都 至少有两样东西 就是想在这里买电视 和一个printer 都很多东西看哦 小朋友来都很开心的哦 不过两只学鸡就回了学来不到啦 但是我觉得它这里的路牌就不是那么清晰啦 因为我想起还有第三样东西要买的 就是 展草的 trimmer 但是就不知它放在哪一个区域哦 还看到有很多酒卖哦 很开心哦 大家都可能听过啦 Costco只是会接受一些它指定职业的人士 去申请入会的 包括公务员啦 医疗界别啦 金融保险界啦 航空界啦 教育界啦 等等 我们问过那些朋友 只要你在香港的时候 都是从事有关的职业 过到来之后 都可以合资格申请入会的 而学妈在香港原本是在中学那里教数学 所以就符合了基本要求啦 入会的时候 职员要求学妈提供香港注册教师的证明 出示了她的教师注册信 和学校的聘书之后 她亦都要求出示护照作为身份证明 核对完成后 他们是没有将这些文件拍下的 然后就是缴交入会费啦 接着就帮申请人即场拍照 每一个account是包含一张免费的附属会员卡 所以我亦都即场拍了照 并且拥有一张属于我自己的Costco会员卡 很快讲讲Costco的会席 他们有分商务会员和普通会员 普通会员的年费会贵一些 而两种类别的会员都可以加少少钱 成为行政会员 而行政会员的最大分别 就是有一个2%的回赠 第一计算 要在回赠那里赚得回 这个入会费41磅的差价 你大概全年要消费2000磅才行 听起来好像也不容易 但是职员就说 如果你全年的回赠金额不够41磅 中间的差价 它是可以退回给你的 所以原则上又没什么吃虧 而我们亦都决定成为这个行政会员 在我们申请的时候 刚好Gruppon这个网站 做着Costco入会的优惠 虽然入会费没分别 但是就多了一张购物时可以使用的QPON 究竟这些QPON吸不吸引 以下的片段就会和大家讲下 在Gruppon入会 就有一个优惠的 就是有这一套的QPON 我们最终就失败了 Gruppon那里系统有问题 职员叫我们就自己搞回Refund 然后在现场这里就重新再入会 他也很好 照样给这一套QPON我们的 看云呢 最实际的应该就是烧鸡 和这个蛋糕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烧鸡啦 好 找到我们要拿的烧鸡 就是这些了 OK 都几英俊哦 入会送的烧鸡就不太行 吃下去就像吃面粉一样 另外他有一张QPON 就是半价买这个PIZZA的 原价都是8磅多而已 半价之后4磅多 半个 我们整天吃到半个 或者可能根本就吃不到半个 一餐需要碰到一餐 对了 不过真的挺大的 全世界都可以吃平 姐姐 当是预足了你生日的了 吃PIZZA 这个Animative 火味 好可憐啊 好可憐啊 说回钟小姐的生日蛋糕 其实也是在Costco 买的 而且是入会的时候 那一份QPON 里面送的 原价应该是9磅左右 是非常值得吃够大件的 我们吃了两三天的了 都是吃到一半左右 应该是完成不了的了 而味道质感呢 老实说真的不一样 那些Criam 呢 很实和很甜的 蛋糕呢 本身 是 也是比较实和硬 一点的 所以 大家叫做 试下这些本地的英国口味的心态啦 你叫我自己付钱买呢 我就未必会啦 除了这些QPON 的赠品和特价品之外 我们还买了些什么呢 我们花了600磅买的又是什么呀 看看以下的片段大家就会知道了 除了买这些特价的纸巾之外 最重点的我们就买了这样东西 就是电视机啦 我们来了英国三个多月啦 住在这一间屋呢 都有两个月时间啦 终于得起心肝去买一部电视回来 那呢 他是比市价便宜几十磅的 那所以也是挺划算啦 亦都当是抵消了部分的入会费啦 Sony 电视 那不是最新款的啦 这个是2020年的模式来的 但是我们都够用啦 我们最重点是考虑牌子啦 第二就是它是Android TV 还有55寸 那就是合适了 电视就装好了啦 多好啦 看回小小姐的片啦 我们就慢慢看下Android TV的功能啦 那些虾饯好不好吃啊 好好好吃 我们又介绍中式点心哦 又是烧藏食物哦 又是说一些我们最不善常说的东西 就是有关饮食的东西 变身分费 这个是在Costco买的 我们也是听别人说的 但也真的不错 这个蒸热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质感和味道都挺好的 谢谢 雪藏虾饺 看到它的样子也觉得很推介 很美味 我们还买了一些其他 超市一般都买到的货品 感觉上都算划算 以下大家可以看看这几种 总括来说 它的货品大部分都是一个package 例如买水果 一袋也至少有十几个 买一匹牛扒 里面有十几块 很多其他的饮品 或者零食之类 一买就说是一搭两搭 就算平均价比外面便宜 大家都要考虑一下 究竟吃不吃得切 用不全用 如果过期用不到 就得不偿失了 至于值不值得入会 似乎真的因人而异了 似乎你在里面究竟找到有多少 適合你心水的东西 如果你经常食用的东西 刚好在里面有得买 而且价钱又比外面便宜 那长远计都应该值得入会 我们自己的心态都是抱着试一试 就试一年的时间 看下我们的生活习惯 和Costco的货品种类 是否合不合 而究竟有没有需要成为行政会员呢 似乎都是看下你的个人取向 反正最终的差价 它都会退回给你的 而我们因为买了电视 全年计要得到超过41磅的回赠金额 似乎都是有可能的 未来我们都会定期去Costco买东西 如果发现有什么优惠 或者好的产品 会继续和大家分享 有问题的话 或者想知道多些详情 可以留言给我们 或者传email给我们都可以 再次感谢大家支持我们学鸡频道 请你们记得订阅 分享给你的朋友 和给like我们呀 我们下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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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